懂得伦理道德 尤其夫妻相处 影响下一代 你看老儿上的法语 你真用了 真得利 夫妻相处的一句真言 白头偕老一句真言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铁定这个夫妻关系就变了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其实五龙关系都是这样 我自己也在 人与人相处当中练 他有问题我们都不说 他的优点我们就赞叹 自然而然 他不好意思 自然而然 他的善根就起来了 而且 对我们呢 我们刚好练普贤行 普贤行 礼敬诸佛 我们把人家的不好 放心上了 就不能礼敬人家了 我们没有放不好 都看人家好 称赞如来 就很自然可以做出来 而且我们现在要扎根 太上感应篇说的 男要忠良 女要柔顺 我们要为人言说 男重要 扛责任 为家庭敬忠 为社会敬忠 敬礼 而且善良 女要柔顺 你看男女有阴阳 女人不柔顺 太刚 男人的阳气 都被遏制掉了 都粘了 所以现在 我们女性同胞说 男众都不够扛责任 相互影响 是吧 一个巴掌拍不响吧 大家同意吧 对 好 所以 太上老君 这么苦口婆心 是有他的道理 大家做做实验 男忠良 女就变柔顺 女柔顺 男也变忠良 这个良性循环 就转动起来了 对不起 我刚刚这段话 我也做不了实验了 诸位忍者 你们发发心 真干 我以后就有 我就可以 for example 我就可以举例了 尤其 我看上去 我们女同胞比较多 尤其你本来刚讲的 能转过来 那你这是功德无量 所有的 你的女性朋友一看 她都能转啊 哇 你就给大家信心了